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,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它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,这般蜜野似的银叶 叫我如何不想它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,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叫我如何不想它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,西天还有些残霞 叫我如何不想它 1920年 刘半农赴英国留学 此时诗人远离祖国 思念亲人 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感情深厚的诗 五四以前 汉字中的他本无男女之分 刘半农在这首诗中首创了他 指代女性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1926年 赵元任将此诗谱曲广为流传